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RN与阿Len频道 今集继续与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上集与大家分享到《于素秋》1963年的演出 今日继续 仍然是1963年《碧血金猜》上下集 《于素秋》飾演丁领 63年《龙虎三女伯》 《于素秋》飾演蓝蝴蝶謝柳鞅 63年《剑合金柳衣》 《于素秋》飾演《龙碧玉》 63年《白骨阴阳剑》第三集和第四集 《于素秋》飾演胡相锋 63年《剑神传》上集 《于素秋》飾演朱岭 63年《两个东宫张太子》 《于素秋》飾演万里雄 63年《剑神传》 63年《铁岸相宁》上集 《于素秋》飾演铁首勇 63年《龙虎下江南》上集 《于素秋》飾演《司马玉宜》和《司马长英》 63年《铁岸相宁》 63年《龙虎下江南》的大结果 63年《武判安》 《于素秋》飾演《楚云》 63年《英娥杀嫂》 《于素秋》飾演《林英娥》 63年《七剑镇江湖》 《于素秋》飾演《呂黑合》 《呂黑衣》《呂合》《玉宴》 63年《黑吾宫》 《于素秋》飾演《彩藝剑》《贵玉嬌》 63年《天剑神笔》 《于素秋》飾演《罗杀女》《冷月明》 63年《飞剑神笔》 《于素秋》飾演《孙子我》 63年《火烧红莲子》 《于素秋》飾演《金鸾珠》 63年《霹力金教展》上集 《于素秋》飾演《曾飘下》 64年《卡锬天堂》 64年《海底龙淫劍》 上集和下集 《于素秋》飾演《无情劍》 然後1964年,三個政公舊太子,上閘和下閘,於素秋飾演李妙嶺 然後1964年,龍虎鎮江南的上下閘,於素秋飾演司馬玉賢 另外反串飾演司馬祥英,都是64年,孫吳空七打鬼九尾湖 今次於素秋不是做孫吳空,今次是做九尾仙湖 1964年,女俠脫脫兒上閘和下閘大結局 於素秋飾演出脫脫兒,於素秋飾演出脫脫兒 接著是如來神掌,1964年,上閘,於素秋飾演出 裘玉華,下閘,於素秋飾演出裘玉華 跟著64年,如來神掌的第三集,和64年,如來神掌的第四集大結局 於素秋飾演出裘玉華,於素秋飾演出裘玉華 另外,魔公神掌的大結局,於素秋飾演出裘玉華 另外,魔公神掌的大結局 跟著64年,七寶金剛劍,於素秋飾演霞無雙 跟著64年,陣陣美人威,於素秋飾演陶日清,於素秋飾演出裘玉華 編魂華,哭力少濫三虎上下閘,於素秋飾演陶艷和 dragon 如出裘ер玉華,於素秋飾演特捷 ignite,於素秋飾演抗云 然後,愿素秋飾演摩訝 Kunreёлs音藤 Xeren 曲隨此 επith Tomissa�y Imagina,於素秋飾演 在冉 commerce和ным語華,於素秋飾演 Contrault 小青 六四年鄉城九鳳 六四年神合駡江南 于素秋飾演王子平 六四年南北鐵觀音 于素秋飾演歐陽 秋眼 六四年花開富貴錦成春 于素秋飾演方劍英 六四年迫血金差第三集 于素秋飾演丁寧 六四年白骨尼云針 于素秋飾演求雪梅 六四年霓雄关 于素秋飾演李春娥 六四年霓雷金教展下集大结局 于素秋飾演曾飘下 六四年白骨磨鞭 于素秋飾演魏飞鸿 六四年十三号情报园 于素秋飾演胡蝎上 六四年打红袍 于素秋飾演陶三春 于素秋飾演方江三女俠 六五年红衣女俠 六五年红衣女俠 于素秋飾演连玲嬌 六四年火烧平阳城 六五年无敌神童方世玉 于素秋飾演苗翠花 六五年摩月神话上下集 于素秋飾演胡美雄 六五年无敌天书上下集 余素秋飾演白凌霜, 65年南北霜雄, 飾演罗军凤日, 1965年聖剑风云, 余素秋飾演红衣女舒善, 65年神剑魔梟, 上下集,65年威风十八剑, 余素秋飾演素嫂, 1965年孙悟空七斗八大仙, 飾演何仙姑, 1965年特务101, 余素秋飾演赵政下, 65年如来神长露穗曼剑门, 余素秋仍然飾演求玉华, 65年指电神风剑飾演姚家碧, 65年鬼谷神珠, 飾演花神,65年九九九神秘相思案, 飾演姚国英, 95年铁金刚九场追凶, 飾演林幸宁,65年帝强曾鸿记, 飾演凌玉鸡鸡,65年南北铁咀鸡, 飾演乐绍山,65年天堂地狱水晶宫, 飾演凌波, 1966年段碑神龙剑飾演呂四梁, 金罗汉三气铁观音, 飾演铁观音, 坤伦三杀手飾演吴玉燕, 火龙神珠飾演聂令仪, 第二,铁血恩仇鹿飾演白美画, 中原奇俠飾演狄小青, 铝金刚飾演马秋云, 铝飾演马秋云, 铝独首飾演李碧云, 接着1968年, 铁血火龙凌, 声演聂令仪, 最后一套, 神探一号, 1970年作品, 之后于素秋就无再拍电影了, 好,今日与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影剧, 粤剧名领的演艺人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继续收看, 好,拜拜!